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封口费的案件 遭到刑事提控 星期二将出庭面对提审程序 不过一连串的官非并没有劝退支持者 反而成为拉票的助力 特朗普还呼吁支持者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辩护团队透露 相信特朗普上法庭时不会戴上手铐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涉嫌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 给一名燕心支付封口费 遭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通过起诉 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提控的前总统 在任期内被冠上狂人总统的他 谴责这是荒谬的政治迫害 却也无阻他为自己拉票 星期天透过视频呼吁广大支持者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支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 准备在明年 总统大选华丽回归的特朗普 在这节骨眼上摔了一跤 不过他的遭遇并没有劝退支持者 反而激起粉丝的热情 星期一聚集在佛罗里达西中旅滩 一个以特朗普名字命名的 高尔夫俱乐部外头挥舞旗帜 声援特朗普 我们没有自由 罗里边是空的 我们的防御均是空的 我们的环境是空的 没有环境 没有国家 而且看他们做到 美国的政府 中共的川普 总统的川普 特朗普将在星期二下午提审 编护团队现阶段无法掌握太详细的案件资讯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这名前总统将受到特勤局保护 并不会戴上手铐出现在镜头前 按照一般程序 预计法庭将在提审过程采集被告的指纹 特朗普辩护律师塔克皮纳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直言 这是政治提控 抨击指证特朗普的前代表律师迈克科恩 是个病态的骗子 不过科恩代表律师则反向对方 他的当事人已经提供了大量文件 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